差不多300年後 聖伯多禄大殿內著名的青銅華蓋將會被翻身 經過歲月以及大殿內的微氣候洗禮 原來的設計細節已經出現破損 華蓋上一次大修是1758年的事 因而有需要推動這項工程 主因是要恢復他富麗堂皇的原貌 大書記澄清工程不會讓教宗在大殿內的活動停止 這座意大利藝術和建築的結作重超過60噸 有10層樓那麼高 將會有10個月的時間被棚架圍繞 哥倫布騎士團資助了這次 耗資超過75萬美元的收復工作 對於哥倫布騎士團來說 支持聖伯多禄大殿華蓋的收復工作 是一件容易的決定 這項工程亦與我們的使命 以及我們服務教會 尤其是聖伯多禄歷任繼承人的歷史非常配合 工程預計會在大殿內的聖門 為2025年聖年開啟前員工